10月初三土耳台风为泰玛里香和金峰香带来不少灾情 而目前灾后重建持续进行 但是康瑞台风又要直扑而来 为了了解工程进度关心地方需求 29号台东信议会也特别安排了下乡考察南回灾害的附建工程 建设处技师说明合床的整治状况 让在场的议员与乡公所及村民了解县政府对于全责河川部分的整治工作 由于10月初的山土耳台风为泰玛里香与金峰香带来不少灾情 为在金峰香信心村的丰收桥也整个被充会 现在又有康瑞台风将直扑而来 村民人心惶惶 碰到毛毛雨就开始紧张了 就开始准备衣服准备东西要逃走 你说这个村庄的人民你说可能不可能 我现在的要求 政府在金峰山部分 这个地方土塑里是从来被下来的 希望不要再沉住下去 不要再开坑 这次台东县议会多位议员们为了了解灾后工程进度 关心地方需求 29号特别安排下乡考察南回灾害附件工程 首站先到新兴村丰收桥 听取建设处农业处及乡公所对于河川的整治与防灾作为 目前已有重机具进行清淤 而为了因应台风来袭 乡公所也将尽速在河川破口处堆置太空包 防止吸水流向部落 新的台风又即将来了 那特别是直冲直铺台洞而来 所以我们会担心秋台这个封沛的雨量 是不是又会再一次造成灾害 那我们特别来了解一下 目前我们各个单位对于这个防灾的准备状况 那也希望说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我们这次特别在预防性的撤离 以及我们及时的抢灾抢险的部分 大家能够做一个最及时的因应 然后让我们这一次台风的灾害能够降到最低 像这个文理系上游的山坡地的地方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请乡公所 那跟水利科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处 甚至于水保分属 在这之前先做一个这个即时的一个因应 就是先把一些沙包等等 还有我们这个之前土石的淤积 大概先做一下整理 放一些太空包沙袋的部分在那里 都会做一些那个紧急的处置的部分 下面这边公墓这边有一个破口 我们也会放这个沙包 太空包来处理 面对抗锐台风步步逼近 台东县议会议员们积极监督复建工程 希望在台风来袭前做好整备 避免再发生任何灾情 就讲解 静风相报道